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同志一凡人》,我是小刚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顺其自然的一个有关于身份的戏剧节 我们一起进去了解一下 正常化,权力,无界限 这是描述本次戏剧活动的三个关键词 与其他戏剧一样 他们的剧本将会涉及到人生中的一切喜怒哀乐 可是与其他戏剧不一样的是 他们所描写的角色将属于那些身份为主流社会所否定的群体 和他们非传统的情感关系和生活方式 我的名字是王根 我妈是美国人 我爸是中国人 我很喜欢叫我自己文庭丽 我的名字是Gabriel 我从美西哥 我的名字是David 我从英国 我的名字叫吴海峰 我从英文名字叫吴海峰 没有什么习惯 我看过这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局限就在于 只是一个小团体朋友之间谈论 比如说你的上一辈啊 你身边更保守的人呢 他会反感这些话题 因为之前你根本不了解 真的是不了解 因为这些我觉得都是 在实际生活里面最远离我们的 我们认为这节目的节目 我们认为这节目的节目 观看过整个戏剧 看到了所有创作者的努力与激情 我们被这些人敏感而细腻的心理世界所打动了 也许正如他们的宣传语所说 对于人性 我们可能还了解的太少 让我们加深彼此的交流 走向阳光 我们想开放 我们尊重他 我们了解他 他们个人的想法 他说我爱我恨我的痛苦 给你差不多 只是我选择的生活 也许你